父母过世之后 家中有这几种人来串门 预示着家业兴旺 家庭是母亲的世界 父亲的王国 儿童的乐园 父母在 我们一直像个孩子一样 活得很快乐 走在远的路 仍旧有家可回 可是 时光太无情 催促父母变老 然后一别永别 父母过世了 但是家庭还要继续 活着的人 还要过好日子 我们还期待 未来越来越好 现实生活中 也有一些大家庭 没有了父母 就彻底散了 兄弟姐妹都反目成仇 但是好的家庭 总是占比多一些 而且一直好的兆头 认真观察一番 父母过世之后 家中有这几种人来串门 预示着家业兴旺 一 还债的人来了 是父母生前留下的信誉 总有人认为 一代管一代 对于付债子还 子债付还的道理 嗤之以鼻 人是不能复生 债务怎么能够延续呢 这不是一厢情愿的问题 父母过世了 但是财产 还是有人继承的 在继承财产的时候 同样要继承债务 反过来说 父母过世了 别人欠的债 我们还要去讨回来 令人惊喜的是 有的人会主动上门还债 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要充分信任他们 信誉度有多高 一看便知 富兰克林说过 想知道钱的价值 就想办法去借钱试试 还债体现的 不仅仅是金钱来往 而是提升了金钱的价值 若子女和奖信用的人 持续交往 就多了借钱的门路 在关键时候 用得着 若是父母生前做生意 那么子孙可以持续走这条路 并且诚信立业 二 陌生人来吊咽 应该是父母得到的善报 警示通言里 写了一个叫宋敦的人 家住苏州府昆山县 夫妻两个人都很善良 有一次 宋敦和熟人刘顺泉 一起去烧香求子 半路上遇到一个 奄奄一息的和尚 宋敦把衣服拿到当铺 凑钱给和尚买了棺材 他的做法 让刘顺泉非常敬佩 刘顺泉说 我们订个娃娃亲吧 说完 他就开船外出 帮人送货去了 这一别 就是若干年 宋敦生了儿子宋金 然后夫妻先后病故 就在宋金要流浪的时候 刘顺泉出现了 并且兑现承诺 把女儿宜春许配给宋金 并且带他撑船混日子 陌生人出现在你的家里 不一定是骗子 也许是父母在多年前节下的恩情 疑犯之恩 当永泉相报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 这是不现实的 但事实证明 这是可以发生的 二二三年二月 安徽邦步 怀远义中的宋文武老师忽然过世 家人都在悲痛之中 忽然 有三十多个学生 从五湖四海赶过来吊宴 有的学生 从一两千公里外的地方赶来 这些学生 都得到了宋老师的帮助 我们相信 宋老师的子孙 都能得到善保 上一代的得 下一代的福 十曰 劝人行好心 自做还自受 一个家庭 善行多了 未来就不愁没有出路 不管是什么阶段 都会遇到贵人 三 邻居主动来帮忙 预示着居住环境和气 村里有人过世了 左邻右舍都来帮忙 这是很常见的画面 可是在城里 就不一样了 很多小区里 人们还觉得 老人过世 是忌讳的事情 更不要说帮忙了 也有一部分农村人 左邻右舍的关系很糟糕 都不会正眼看邻居家的痛苦 甚至会幸灾乐祸 说一些风凉话 记住 那些主动来帮忙的邻居 是和父母很要好的人 那些情也不来的人 是和父母有矛盾 不值得交往的人 顺着邻居来帮忙的机会 和邻居聊一聊 老家的房子 田土 山地如何管理 如果父母都走了 你以后来扫墓 还能在邻居家借住 吃顿饭 或者老家的集市 也能让邻居帮忙做好 人居环境变好了 家业发展 众人时柴火焰高 四 长辈持续关注你的成长 大家庭会风生水起 看两个古人的家庭 我们就会发现 长辈和睦的重要性了 谢道运 东晋时期的女诗人 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 王宁之 她成长的路上 得到了伯父谢安的很多指教 谢安是当朝的宰相 诸葛亮 东汉末年的才子 可惜父母早亡 他的成长 主要依靠叔父诸葛玄 虽然寄人篱下 但是诸葛亮仍旧有机会 包读书少 叔父过世时 仍旧安排了诸葛亮的生活 玄族 亮公庚龙母 好为梁妇吟 现在 父母早亡的事情少了 但是并不能说 完全没有 若是一个家庭里 父母过世了 子女却没有长大 有长辈来了 主动承担了养育的任务 说明这个家庭 很快会东山再起 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 能够持续得到长辈的关注 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并且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能感受到团圆的喜气 长辈来了 是大家庭和气的征兆 也是父母留下的好家风的体现 五 一个家庭 若是要持续失败 那么父母过世了 就是树倒 胡孙散 一个家庭 若是能一直兴旺 父母过世了 还能有人来添砖加瓦 诗人桑塔亚娜说过 家庭是大自然创造的杰作之一 一代人兴旺 不算旺 世代兴旺 才算 我们要尊重自然发展 把家业像长青树一样 努力传承下去 留住父母的恩 继承父母的社交资源 并推陈出心 很快就会超越自我 愿逝去的人 在天堂 愿活着的人 得添住 女人 停止在三方面内耗 日子会越过越滋润 一 引言 人生路上 谁也无法避免体验酸甜苦辣咸 每个人 都有机会选择更多美妙滋味的生活 道圣和夫在《活法》中写道 人生中遭遇的一切事情 都是由自己内心的磁石吸引而来 疾病也不例外 停止内耗 你才会活得越来越好 女人若觉得自己线下的生活过得很苦恼 感觉不到快乐 每天都很疲惫 找不到生存下去的意义 有太大的压力 得不到宣泄 就需要明白 这是一种自我内耗的表现 女人 停止以下方面内耗 日子才会越过越滋润 二 不再过分在意男人有多爱你 学会爱自己 当女人好好爱自己 善待自己 从容生活 内耗会自觉消失 一书在《喜宝》中写道 我一直希望得到很多爱 如果没有爱 很多钱也是好的 如果两者都没有 我还有健康 我其实并不贫乏 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被深爱 有人疼 有人挂念 但是感情有太大的变数 或许做不到有始有终 不管热恋 还是痛失我爱 其本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若怕被伤害 而选择逃避 就会陷入自我内耗中去 女人要学会 让自己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而不是总自我否定 挡住自救的道路 控制情绪 调整心态 提升自我价值 才会有更好的生活 越是对自己不关心 在乎男人给你的爱情 女人会难以接受男人的离开 生活重心会严重偏向 当女人停止内耗 重心建立人生体系 会发现 失恋并不是一件 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三 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而活着 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女人停止内耗的方式之一 就是学会维护自己的生活方式 父母给安排的人生路线 老公为你规划的生活 或许还有人 希望你是好儿媳 好妈妈 职场上领导 对你的过度要求 如果你都很反感 就需要学会维护自我 因为过于成为别人心中美好的人 太损耗自我的能量 不利于自己长远的发展 似乎总是为别人的期待而活 迷失自我 女人不必如此害怕 得到他人的差评 因为你拼尽全力 也无法满足所有人的期待 做自己 走内心最想选择的那条路 人生才会散发出光彩 人生只有一次 女人想让自己的生命鲜活起来 就要摆脱别人强加在你身上的一切 勇敢做自己 不必太在意别人如何评价你 女人自己认定要做的事 就需要无惧流言蜚语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就是停止内耗的开始 女人也需要笃定自己的人生 能以另一种耀眼的方式存在 四 不再为没有钱而纠结 靠自己去赚钱 女人需要明白 打破没钱状态的最好方法 就是让自己赚钱 有钱 生活才会有质量 如果女人没有赚钱的能力和想法 而又再为了钱而纠结 就会感觉到非常疲惫 身体上承受了太多的工作 也为了家庭而操碎了心 身心俱疲 是内耗的典型表现 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军 离婚 带着儿子生活 颓丧的在家待了一段时间 终于想明白 线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赚钱 从前穿高奢品牌的衣服鞋子 现在可以凭借着对这些的了解 去做销售工作 只有凭借自己的本事赚到钱 才能真正的保障生活的质量 女人也不要总是拼命省钱 让自己为了手中不多的财富而焦虑 省钱和赚钱同时进行 我们才会真正富有 保持自我独立 也是解决自我内耗的有效方法 当女人不断地学习 进步就会从中获得更多的正能量 慢慢地过上理想的生活 而内耗也早就被赚钱的行动打败了 五 接触于 人生是自己的 女人请用心 好好经营自己的人生 内耗是一种自我觉醒的表现 它需要被打败 而不是我们被内耗打败 不要让那些内耗的负面情绪控制大脑 虚度自己的时间 更不要为了流言蜚语 考虑自己的行为对错 问心无愧 便坦坦荡荡地走自己选择的路 女人 不妨让人生变得简单一些 不属于自己的人 去留随意 内心有方向 就不会想太多 而是勇敢坚持前行 一步一步 脚踏实地 就会渐渐改变自我 获得新生 打工在外 回到农村 不要看不起这四个人 据说一个城市的人 网上追溯五代 一定是一个农村人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以农立国 自己的老祖宗 不是农民 那才是真正的奇怪 老一辈的人 说一个家庭过得富有 往往会这样形容 这户人家 过得透肥 就好地主似的 以前的地主可不得了 大户人家 能够良田迁寝 商铺无数 解放前 多数人都是贫农 吃不上饭 解放后 农民翻身做主 一切田地充公 三中全会后 每一个农民都变成了地主 虽然解决了温饱问题 只是农民依然贫穷 改革开放后 多数的农民靠种地 是没有多少前途的 在家辛苦一年 还不如有的人进城 打两个月的工 所以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农民 把曾经的命根子 养活了祖祖辈辈的土地 丢弃了 加入到进城打工的潮流 现在的农村 除了老弱病残 年轻力壮的人 几乎都背井离乡 在外边谋生 任由土地荒芜 但总有许多人 还是固执地守卫住自己的家园 也用自己的勤劳智慧 证明住农村的天地广阔 大有座位 打工在外 回到农村 千万不要瞧不起这四个人 当心你遇到的人 就是一个富豪 一 不要瞧不起一个养猪的人 作为农民的后代 莫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至少七十后 以前的农村人 都知道小时候 几乎每家每户 至少都要养上一头猪 当然不是为了 自己能杀猪吃肉 这头猪 到了出栏的时候 是要存到公社去的 小时候养的猪 是不喂饲料的 能够出栏的猪 至少要养上一年 想要肥一点大一点的猪 甚至要养上两三年 所以总有许多人能 构计的小时候的猪肉香 现在的饲料猪 已经与以前的猪 不可同日而语了 养猪几乎是农村的传统产业 因为身为中国人 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吃猪肉 后来的猪已经没有多少农民散养了 因为养个一头两头的猪 一年算下来是没有多少利润正 不到多少钱的 当大多数的农村人出去打工 有一些留在农村的人 就变成了养猪专业户 他们也看到了养猪的商机和前途 现在的养猪专业户都是规模化养猪 几个月就会出篮 规模小点的养猪场 一年也会出篮击百头 规模大点的养猪场一年 甚至出篮几千头上万头 都说养猪末出息 走到哪里都是一身猪始位 这两年养猪的人却都发了大财 我的老兄2020年养猪一年 至少赚了二百万 这是一个小县城普通打工人 不吃不喝至少三十年的收入 嗯 一个农村养猪的人 我们也会高攀不起 二 不要瞧不起一个种菜种瓜的人 太多的农民 因为守住那二亩田 土里刨石 不过是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 要想通过传统的耕种 能够获得高收入 老实讲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所以大多数农村人 选择了涌入城市 打工赚钱 但是同样的土地 有的人却能刨出金砖 让自己不亚于过去的地主老财 在农村照样吃香喝辣 还能比别人外出打工 多挣鸡背的钱 你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勤劳和智慧 我们村的王伦 是我的发小 也是我的同学 这几年却靠种地发了 他也出去打过两三年的工 因为不愿意看老板的脸色 更不愿意低声下气地为别人卖命 死活也不愿意再出去打工 这几年却靠种大棚赚了不少钱 现在自己雇人种了六个塑胶大棚 自己也算是个小老板 在我们村也算是个能人 他能够把一切的瓜果蔬菜 都变成大棚种植 提早上市 卖个高价 他有这个技术和能力 今年过年回家 王伦摘了一栏紫草莓给我 一问价格 惊掉下巴 大的好的二十元一斤 买通货十六元一斤 一个大棚一个季节下来 能卖四五万 问及一年的收入 他不无的意地说 不多 也就二十来万吧 看看人家这收入 我们只能羡慕极度恨哪 三 不要瞧不起一个包山包地的人 农村天地广阔 大有座位 也许只有有眼光 有头脑 有胆识的人 才能够看到 农村其实多的是财富和机遇 也会想办法去创造财富 能够在农村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在农村 除了土地就是山场 相信不少村 都有承包荒山野岭 和河滩泊地的事情 大多数的人都对这些下三滥的土地 嗤之以鼻 靠这些穷山荒地发财 做梦吧 可真就有人靠这些别人看不上眼的土地 发了财 我同事的父亲 在家里承包了一百亩的河滩地 二十亩的山场 他把河滩地都栽上了杨树 把山场栽上了核桃栗子弥猴桃 现在每年净收入起码也会有十几万 谁又说在农村就没有出息挣不到钱呢 挣钱靠的是头脑和眼光 更离不开自己的勤劳苦干 那些能够守住几十亩地 靠着一大片山林果树的人 就是现代的地主 还真不是一个外出打工的农村人能够比得上的 四 不要瞧不起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村人 有时候回到农村 你总会看到一些打牌下棋打麻将的人 这些人似乎不用为生活担忧 活得悠闲自在 你却不知道这些人之中真的会身价百万 俗话说 发财不知道哪一时 天上真会有掉馅饼的事 比如说国家修路拆迁 征用土地 就有许多人因此会得到一大笔钱 从此以后就可以衣食无忧 获得的赔偿款能够为子孙后代花几辈子 老话讲 有福之人不用忙 无福之人跑断场 有的人你只能感叹 人家就是命好 不用劳动工作却能活得舒坦自在 你看一些人真的就是富贵闲人 老天野赏饭吃 身为农村人 如果在外边打工 挣到了钱回家也要低调 也许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一个隐形富豪 和别人相比就会自残行贿 贫穷寒酸 夫妻缘分已尽 不要有这五种行为恋爱的时候 可以说一万句 我爱你 可以想方设法 在一起 可惜 离婚率一直在攀升 让婚姻充满了危机感 谁都不知道 下一次会轮到谁离婚 俗话说 好聚好散 如果真的到了非离不可的地步 应该摆正心态 别让婚姻变成了枷锁 控制了你的一辈子 夫妻缘分已尽 你不要犯傻 要学会抽身而退 一 第一 伤害自己 德国作曲加里查德 瓦格纳曾说 快乐不在于事情 而在于我们自己 夫妻缘分已尽 本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必须积极面对 不必因此耿耿于怀 更不能伤害自己 特别是女人 在糟糕的婚姻里 一哭二闹三上吊 把自己折磨得半死 仍旧没有博得对方的同情 也没有挽回婚姻 离婚就像一把刀 你使劲抓住它 就会伤害自己的手 你要是摊开手 刀还在你手里 但是不会伤害你 你不去管它 伤害就彻底离开你了 相爱是两个人的决定 分手只要一个人决定就够了 不管婚姻多脆弱 你必须坚强 二 第二 不管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当孩子出生之后 就意味着夫妻 要一起承担责任 起码要养他到18岁 如果丢弃了责任 当时会觉得很轻松 多年以后 会成为你心中永远的痛苦 三百六十问答理 有这样一个问题 离婚不要孩子的女人 通常都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一位母亲如实回答道 离婚后不要孩子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父亲赚钱的能力更强 能够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 二是离婚之后的女人 带住孩子就不好再婚了 三是女人经历了离婚 感情上受到了重大伤害 一时半会难以走出困境 最后 这位母亲补充说 不管怎样 母亲一定是爱孩子的 孩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 陈俊生要和罗子军离婚 罗子军想尽一切办法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他和闺蜜一起寻找丈夫出轨的证据 希望能够让他净身出户 即便罗子军没有能力让孩子过上富有的生活 但是母爱就是最大的财富 现实告诉我们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对孩子不负责任 终归是莫大的遗憾 三 第三 到处找人诉苦 世上没有两片一模一样的树叶 也没有人和你真正感同身受 当夫妻缘分已尽的时候 你找人诉苦 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部分的人都是看你的笑话 不会真心安慰你 等你倾诉过后 别人有了聊天的谈资 想一想都很可悲 就是你的父母 也不能完全理解你 毕竟 他们不能每天都干预你的婚姻和小家庭 安慰的话 听多了都差不多 都是大道理 真正能够深入内心的话 几乎没有 因此 婚姻失败的时候 你要找人诉苦 但是别过分诉苦 和非常要好的朋友 聊一聊 听一听他们的意见 把内心的痛苦讲出来之后 就好了 四 第四 用武力解决问题 夫妻反目成仇的事情并不少 婚姻保卫战里 有一期节目 夫妻当场互私 爱情导师图磊说 你们能走到一起 是有吸引的 一个爱秀的人 遇到一个喜欢装的人 是缘分 但是过分秀了 就变成了互相排斥 各自收敛一点 就好了 我是这样理解 图磊的话 凡事有度 过度了 就是祸害 夫妻两个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相爱的 只是 后来把爱情弄丢了 爱情弄丢了 不要紧 不能在缘分消失的时候 否定之前的一切 不管是分开 还是重修与好 都不能互私 也许 好好谈一谈 分手之后 还能做朋友 多年以后 还能重婚 万事都有可能 五 第五 离婚后纠缠不清 既然选择了放手 就痛快点 别纠缠不清 所有的纠缠 毫无意义 很多夫妻 闹离婚多年 或者离婚多年后 一直处于 深仇大恨之中 纠缠的时间越久 痛快的时间越长 有一个著名作家说过 纠缠如毒蛇 蜘蛛如冤鬼 真的需要克制自己 什么时候放弃纠缠 什么时候获得重生 六 如何正确对待离婚 处理离婚想过事物 一书曾说 每一种人际关系 都有危机存在 下属终于跟老板闹翻 婆媳从来不曾好好相处 主妇与女佣又互相挑剔 不过夫妻关系最脆弱 一个家庭就像一家杂货铺一样 经营不善 杂货铺就倒闭了 破产是一个结果 但是不能因为破产了 就一蹶不振 后半生的路 还有很长 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也有很多 每个人都要学会 从脆弱中走出来 学会理智分析问题 可惜解决问题 加拿大社会学家 John Allen Lee 将男女之间的爱情 分成六种形态 情欲之爱 游戏之爱 友谊之爱 依附之爱 现实之爱 吉利他之爱 夫妻缘分已尽 并不是所有的爱 都消失了 我认为 还有一父之爱 孩子依附在父母身上 还有现实之爱 谁都不能活在真空里 把现实弄丢 真的要离婚 情处理好这三点 第一点 合理分配财产 第二点 对孩子的未来负责 第三点 寻找感情的出口 匆匆忙忙结婚 已经是错误了 如草率离婚 就是继续犯错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离婚 真的要离婚 也要理智一点 懂得权衡利弊 学会取舍 男人想你了 有时不会频繁联系你 却会默默去做这三件事 在爱情里 每个人都会经历 酸甜苦辣不同滋味 情到浓处 明明才分开一会儿 就止不住思念对方 因为男人和女人的思维不同 两者表达思念的方式 也会不同 有些男人不喜欢将想念宣之于口 不过他的行为 却会表露出来 他会默默地回忆 你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爱是甜蜜的 思念是酸甜的 大多数时候 他们的想念 无声却汹涌泛滥 当一个男人爱你时 他可能不会频繁联系你 但是因为思念 一定会默默做这三件事 一 关注你的社交账号 大多数男人都是内敛含蓄的 可能越是深爱 越不敢过度表达爱意 当深沉的爱意 无法宣泄的时候 他就会仔细翻看你的社交账号 及时关注你 最新动态 甚至常常琢磨 你发这条动态时的心情 所以 当你突然收到男人的点赞 或者评论的时候 不要惊讶 为什么这么久远的动态 都会被他翻出来 他想你了 想了解你更多 就用点赞来表达存在感 表达对你的支持 他关注着你 又怕过度聊天打扰到你 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来表达对你最深的思念 二 记住你随口提的小事 都说 男人真正爱上一个女人 就会把他放在心上 给他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 当一个男人抑制不住对你的思念 他可能不会频繁联系你 但一定会记住你随口提的各种小事 表达爱意的方式 有很多种 最让人心动的就是 你的每一件事 在他心中都是大事 你随口提的小事 他都会牢牢记在心里 你的兴趣爱好 你随口说过想吃的餐馆 你一直想要的某个礼物 你最近一直烦恼的事情 只要和他说过 他都默默记在心里 等到某一天给你惊喜 一个男人能关心你所有的事情 记住你口中的小事 也算是在平常生活里 制造的别样浪漫 真诚永远最能打动人心 不用频繁联系 你也知道他在想念你 爱意不用说出口 他藏在无数的细节里 三 不停查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有些男人的爱 就像海面上的冰山 你只看到了 浮在海上的三分之一 剩下的部分 在海面之下 很多男人的想念 都是默默无声的 他会不自觉地查看 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 一遍遍地思考 你们的对话 回忆当时的心境 反思自己的言语 是否妥当 慰藉思念之情 查看你们的聊天记录 他会重新回味一遍 你们的相识 相知 相爱 都说喜欢是放肆 爱是克制 一个深爱你的男人 他不会因为想你就频繁联系你 是因为他怕过多地联系会浪费你的时间 会让你厌倦 所以不要再通过他联系你频率判断 一个男人是否想念你 只要你用心观察 细心体会 你会发现爱你的人 在用另一种方式思念你 可靠的男人 一定不是整天把想念挂在嘴边 把爱你当成口头禅 他们一定会默默地为你们的未来努力 将你写在了自己的人生规划里 爱是可以让你感受到的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被爱 频繁的联系 也许只是能聊到一块的普通朋友 千万不要陷入口头表达的爱情里 那样的感情非常空洞 女人一定要找一个真心实意为你付出的男人 这样爱情才能脚踏实地走得长远 父母活得小心翼翼时 多半是无能未立了一 作家巴尔扎克说过 母亲是人类情绪中最美丽的 因为这种情绪没有利路之心 掺杂其间 大道理我们都能懂 但是对母亲的情绪的理解 却不那么容易 记得小时候 母亲刚把一碗米粉肉端上桌 我便抢住要那块最大的瘦肉 母亲狠狠地瞪我一眼 骂道 老师莫教过孔容让离的故事吗 太不懂规矩了 再饿也要等一等 然后 我站在一旁 不敢作声 害怕看到母亲的眼睛 如果我把衣服弄脏了 母亲一准会把我拉到一边 让我做出掌心向上的动作 接受她的拍打 小木棍落在手心 钻心的痛 等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母亲仍旧很凶 她常常唠叨 别看你长得牛高马大 走上社会 你还嫩住呢 你那点本事 比起当年的我 差远了 想飞出去 莫那么容易 当我远行到异地打工了 母亲仍旧不会放过我 中秋节 必须回家 家里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工作在内 都要好好休息 别逞强 在我的印象中 母亲是一个肆无忌惮 说话的人 从来不会顾及儿女的感受 二 再说说父亲吧 她总是很严肃的样子 不说话 正如作家冰心所言 父爱是沉默的 如果你感觉到了 那就不是父爱了 我的父亲 对儿女管教很严 一般情况 她不会动怒 只是默默地看住 一旦动怒了 要磨拍桌子 要磨用柴草打人 有一回 哥哥放学后 和同学去小溪里游泳 为了不让大人 发现蛛丝马迹 哥哥在小溪边 吹了一个小石风 直到头发被封前后 才跑回家 父亲没有问 为时磨 而是把酒杯一摔 扬起了巴掌 哥哥乖乖就犯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 说得一清二楚 那一天 哥哥少吃了一顿饭 还一夜 没有睡踏实 当我们姐弟 三人挨打的时候 恨德雅痒痒 暗自发誓 一定要考上大学 去大城市谋生 再也不回老家了 我长大以后 和父亲之间的话 稍微多了一点点 有时候 我打电话给母亲 父亲也会抢过手机 说鸡句 家里的牛 卖了 以后不要天天放牛了 几亩地 也懒得重挽到了 人也舒服了 父亲语无伦次地说住话 每一次离开家 父亲都会主动帮忙提包 这些粗活 让我来吧 看你细皮嫩肉的样子 也不像农民 孔武有力 言语不多 脾气暴躁 还好酒摊杯 这是我对父亲的印象 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家里的画风转变了 当儿女们不在家的时候 家里总是两三个 冷菜摆在桌上 米饭做得特别松软 和稀饭差不多 一家人在一起时 父母就变得勤快了 红烧鱼 腊肉 蔬菜瓜果 都会摆上桌 过节前几天 母亲就会打电话问 要吃点什么 我去买 孙子孙女喜欢吃什么 父母也会尽量满足 有一次 父亲为了买一个猪腰子 专门请了村里人 骑驻摩托车 带她到隔壁乡的虚场 父母越来越牵 就儿女 就像店小二一样 怕顾客投诉 给差评 有一位读者 在我的文章后面 留下这样一段话 当你到了一定的年纪 就会发现父母 越来越小心翼翼 变得顺从 讨好 卑微 就像一个孩子 希望得到表扬 主动把东西地给你 然后站在一旁等消息 直到你笑了 他才跟住笑 父母小心翼翼的样子 令人心疼 如果他们变老了 智力退化了 就像孩子一样天真了 这不是坏事 可怕的是 他们有自己的主张 有个性 却不敢亮出来 只是害怕儿女的眼神 担心自己走不到的那一天 拖累了儿女 四 别烦我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真的 我知道了 别说了 我很忙 以后再说吧 别动我的东西 知道吗 你一直都很烦躁 一直不想和父母沟通 他们慢慢就习惯了 然后变得一场安静 在父母看来 儿女长大了 会越来越叛逆 还有不可逾越的代沟 成为了两代人交流的鸿沟 林清玄说 父母对待儿女 虽然儿女向风筝远扬了 父母的心总还是绑线上上 充满爱的脸是文字难以形容的 爱 只能体会 不能描绘 当父母的爱 在你的世界里 显得很多鱼 他们就会晤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担心以后 再也得不到儿女的爱了 知乎里 一位匿名网友讲了他和父母之间的故事 他年轻的时候 父母横加干涉他的恋情 随意介绍对象 还要求他上交工资 一连串的矛盾 让他和父母之间变得沉默了 现在父母都老了 需要照顾了 在分单一药费的时候 他说 明知道家里那魔穷 为食魔要生两个孩子 忽然有一天 他觉得父母又恨又可怜 这样的感觉 常常让人情绪崩溃 人到中年 当自己也成为了父母 和儿女之间有了磕磕碰碰 忽然回头 就读懂了父母的小心翼翼 五 村上春树说 我一直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 其实不是 人是一瞬间变老的 当父母越来越安静 卑微的时候 不是他们不爱你了 也不是他们糊涂了 而是真的老了 需要找一个人靠一靠 可是 他们的内心很矛盾 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 或许说过 却没有人愿意认真听 反而觉得是啰嗦话 看住儿女远行的背影 父母不敢去送一程 在心底 隐隐约约感受到 这一次的分别 也许会变成永别 或者是腿脚不利索了 走路都很费力 还担心摔倒 曾经 力量满满的手臂 枯萎了 如冬天的树枝一样 眼神也变得浑浊了 看不清桌子上的油污 连手没有洗干净 也浑然不觉 其实 父母一直都希望 自己不会变老 可以像大树一样 撑起一片绿荫 让儿女们 自由自在地成长 对儿女 有太多的期待 赚很多钱 小俩口幸福恩爱 孙辈好好读书 有想法 莫办法 有脾气 不敢发出来 有了心里话 没有人听 父母的苦 只能使 尽藏在心底 就是生病了 不到 很严重的地步 也不会告诉你 父母在电话那头说 好 好 好 真的是敷衍 或者是 强行打起精神来 让电话那头的你 安心工作 所以 请收起你的脾气 工作也不要那么忙 趁父母还在 说说心里话 让父母也能靠在你的肩膀上 小气一会 就像父母把小时候的你 拥在怀里一样 佛说 人在做 天在看 佛说 人在做 天在看 做人 给别人留余地 是最高级的智慧 做事 不计较得失 往往得到更多 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你做了什么 终究是只包不住火 总有一天 要公之于众 你躲过了初一 躲不过十五 别以为可以欺上瞒下 欺骗别人的人 终究不会好过 即便骗得了钱财无数 但老天不会放过他 古话说 作恶多端 天打雷劈 真的 多行不易必自毙 是非自有曲直 公道自在人心 即便谁都没有报复你 但作恶的人 就是把日子 过得战战兢兢 是患了心病 心在受罪 终究不好过 人在做 天在看 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善良都有好报 老老实实做人 被人欺负 天不会欺负 白天不做亏心事 夜里不怕鬼敲门 此心安处是幸福 一个人 一颗心 安安静静好福气 踏踏实实走路 即便慢一点 但稳稳当当 走得更远 旁门左道的人 走很远 但都是在绕弯子 白走了 理想路上 宁愿慢一点 稳一点 才可以远一点 心怀善良的人 才有眉目慈祥 和矮可亲 走到哪 都可以融入好人圈 受人尊敬 坏事传千里 好事不出门 千万别一时冲动 坏了好名字 否则一辈子都难得人心 人在做 天在看 不管你吃过什么苦 伤过什么当 都别打击报复 渊渊相报 何时了 你报复了别人 别人也会计恨你 多少人 芝麻小事 闹成大事 毁了前程 一个人 做一件好事不难 关键是要做一辈子好事 传递善良 种下善心 坚持一辈子做好事的人 是为自己给福 也是位造福子孙 一切都有因果回圈 你今天得到了什么 是因为你过去付出了什么 你未来的幸福生活 是你现在种下的善因 往后余生 请保持一颗干净的心 多行善事 广结善缘 常修善福 男人的世界永远有两个女人 第二个才是真爱 很多人都曾经听过这么一句 关于爱情的名言 每一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 取了红玫瑰 久而久之 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 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 取了白玫瑰 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 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质 感情中最可怕的 不是原深原浅 而是你明明站在我面前 我的心里却有另外一个女人 男人的世界中永远有两个女人 第二个才是真爱 一 眼前人 想起了金粉世家中的金燕熙 最初他经验于冷清秋的富有诗书器自华 开始不管不顾的大肆追求他 给他买礼物 为他淋雨狂奔 为他讨好家人 而因为冷清秋的一句话 我们是不一样的人 就像我家的葡萄藤 开不出百合花一样 金燕熙便一夜没睡 硬是在葡萄藤上绑满了百合花 等到他终于如愿娶到了冷清秋之后 却又爱上了前女友白秀珠 于是有人感叹说 日久见人心 爱情的美好在婚姻里打碎 多少优点让人看得发出 一段感情里 比起乍见之欢 久处不厌才最难得 我们总是惊叹于爱情的一见钟情 却忘记了 其实很多男人都是金燕熙 岁月就像一面放大镜 会放大一个人所有的缺点 也会让一个人忘掉所有的优点 因此 岁月悠长 激情过去之后 他们开始厌倦了 也开始后悔于当初的决定 这一切 不是因为爱情已逝 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停下忙碌的脚步 好好看一看眼前人 二 梦中人 人生在世 往往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对于那些我们抓不住的东西 我们对其有着一种非常朦胧的执念 觉得那才是世上至真至美 灵溪曾说 但凡是过去 总是最登对 其实 退去滤镜 一切都会趋于平凡 只是 那时候的我们 被一切 被一切 清新 蒙住了双眼 以至于我们忘记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十全十美之人 所有的人 都是有缺点的 而且 当眼前人的缺点 不断在心里放大 我们更加会坚定了 我们当初的决定是错的 只有我们期望得到的东西 才是最好的 三 学会珍惜 枕边人和心上人之间 只是我们的一念之差 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一个人 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人 珍惜我们站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人生短短几十年 遇见只是一瞬 而生活 则是一辈子 少折腾一些 多放一些关注在当下 我们才能在余下的日子中 走过山 跨过海 抵达爱情的终点 农村建房新归来了 取消邻居签字 农民响应积极 很多人以为 在农村盖房子很简单 自己的宅基地 想怎么盖就怎么盖 其实不然 农村盖房受到邻居限制 邻居签字同意 才能动土施工 然而现在 农村建房出现了新规定 取消邻居签字 建房不用别人同意 农民自然喜笑颜开 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 为何取消四邻签字 关于建房取消四邻签字的原因 一点也不难猜 就是四邻签字容易激化村民矛盾 新规未实行以前 假如自家需要建房 需要前后左右四个邻居 同时签字 才可以开始施工 那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假如某一户邻居不签字 怎么办 邻居不签字 自家连房都建不了 建房自由受到限制 自然引得农民抱怨连连 激化村民和社会矛盾 为了解决建房纷争 很多地方在征求农民意见的基础上 开始逐步取消邻履签字的旧规定 随着新规实行 农民实现了建房自由 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二 新规实行有利有弊 新规易实行 之前因为邻履反对 而不得不搁置建房计划的农民 可以重新建房 对于这些农民而言 建房不受限制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 装修 反正是怎么喜欢怎么来 但是不可否认 新规实行也带来了很多问题 首先 自由建房打乱了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讲究整齐华一 每家基本都是一样的建筑风格 但是随着建房自由的盛行 各种建筑风格层出不穷 打乱了原有的统一规划 使得农村风貌看起来混乱不堪 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确实容易产生问题 其次 自由建房影响邻里和谐 邻里签字影响村民关系 但取消签字同样影响邻里关系 邻里签字实行的初衷 便是害怕建房不规范影响邻里正常生活 现在取消签字 每家每户都可以自由建房 你家地基打高了影响我家排水 你家占了我家的地方 反正就是各种小摩擦不断 小摩擦会酿成大问题 因为邻里纠纷引发的恶性事件数不胜数 所以国家对建房一直有规定 自建房必须符合国家统一要求 否则房子即使建好也要拆了 建房之前 了解一下当地的规定 才能避免给自己造成经济损失 权力的实行是有前提条件的 最后 自由建房容易浪费土地资源 不用邻里签字以后 你想建什么样房 全凭自己做主 假如你没有钱 只能在庄基地上盖一半房子 这就会造成土地浪费 现在农村土地本来就紧缺 浪费只会加剧人地矛盾 以前是邻里签字监督 现在建房变成国家监督 农村才会更好更快地发展 接触于取消邻里签字 确实极大便利了村民生活 但建房一定要保护邻里和谐 你有建房的权力 也有不损坏邻里利益的义务 不要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就引发邻里矛盾 在一个村子里住了这么多年 要记得以和为贵 处理好村民间的相互关系 一、李鸿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 他最后的学历是博士 虽然说这最后学历是靠着进修而来的 但是他却把自己的这个博士学历 当作与人交往的最高资本 并以此为荣 其实一个人拥有了博士学历 是真的值得尊重和庆贺的事情 毕竟有博士学历的人去偷菜 去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 只是非常小的概率 而有博士学历的人 90%都过得非常好 李鸿也一样 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 二、但是 李鸿和老公的生活过得好 并不代表自己孩子的生活 也能一帆风顺 这不 李鸿的女儿楚越已经老大不小 今年都38岁了 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 虽然楚越说不及 李鸿也鼓励孩子 对待婚姻要宁可孤独 也不违心 但作为母亲 面对38岁的大龄女儿 心里还是有些焦虑的 为了能够尽快找到满意的女婿 李鸿决定 为自己的女儿网络招亲 三、于是 李鸿就找到一家月老公司 把自己女儿的征婚启事给挂了出去 可是 两天过去了 李鸿却一个电话也没有收到 直到第三天 李鸿才收到月老公司的电话 公司的一个员工说 有一个离婚的男人 有着不错的工作 而且身边没有拖油瓶 问李鸿要不要让孩子出去 和这个男人见个面 李鸿放下电话 叹了一口气 他决定和孩子一起去看看这个男人 了解一下这个男人 是否符合自己基本的招续条件 四、见面的地方 在江城市的江心公园 当李鸿和楚月来到江心公园的那棵 大榕树下的时候 李鸿就看到了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 坐在榕树下的小亭子里了 李鸿带着孩子走过去 看到他手里的月老征婚广告 就知道这个男人就是那个离过婚的男人了 于是他就和楚月坐下来 准备好好的和这个男人聊一聊 李鸿先介绍了一下自己的家庭 他说他是博士毕业 现在退休了 女儿也是211毕业 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 现在女儿已经是大龄圣女了 就想找个实在的有点物质基础的男人过日子 五、三个人闲聊了几句 李鸿就步入了正题 李鸿问那个叫做张纯的男子 是从事什么职业的 张纯说 自己今年已经40岁了 大学毕业后 就来到一家企业上班 现在已经是这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了 因为和老婆关系不好 就和老婆离婚了 孩子跟着前妻去了海外生活 现在的她 一个人住在江城市 也有一套房子 就想娶个性格温柔的女子 一起过属于自己的人间烟火生活 听完张纯的介绍 李鸿笑了 这么说 你离婚之后 日子过得更潇洒了 不过 我想问问你 你年薪多少啊 我征婚要求里面写得很清楚 如果不是985毕业的 就一定要年薪百万 才能配得上我的女儿楚月的 六 听完李红的话 张纯叹了一口气说道 说实话 我年薪不高 一年也就30万 但在这个城市生活 我觉得会过得很好了 李红摇摇头说 年薪才30万 而且你也只是普通的大学毕业 这配不上我女儿楚月的 李红的话 让张纯一愣 他看了看李红 又看了看低头不语的楚月 相亲男张纯笑了 他说 今天 阿姨 今天是你的女儿来相亲 不是你来相亲 而且婚姻是男女双方真挚诚实的情感交融 既然你觉得我配不上你的女儿 我也说几句大胆的话吧 你愿意听吗 李红也冷了 不过 博士的修养让他点了点头 七 相亲男张纯说 阿姨 说实话 我觉得 您想多了 您女儿现在还没有嫁出去 跟您有一定的关系 今天是您女儿来相亲 本来您就不该来 可是 您来了 而且 从头到尾都是您在讲话 我和您女儿一点 也没有交流 估计您的孩子自小在您的命令中生活的 您是博士毕业 那是您的学历 跟您女儿无关 女儿现在年龄都这么大了 还想提年薪百万 还提什么985毕业 才能配得上您女儿 您真的要求过高了 而这样的要求 既荒废自己孩子的青春 也害了自己的家庭温馨从容 实在是害人害己啊 再见吧 您再去找下一站 可以让您女儿上车的列车吧 说完 相亲男站了起来 和李红母女挥挥手 就潇洒地走出了江新公园 然后坐上一辆奥迪巴 就飞速离去了 八 李红母女看着相亲男开着奥迪巴离去的身影 陷入了茫然中 朋友们 一个母亲爱女心切 一心想为女儿找个年薪百万的好男人 她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吧 可是 相亲男却嘲讽博士母亲是害人害己 她这样说 有道理吗 相亲男说的这些话 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博士母亲的要求 过不过分呢 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